大家好 我是天高 你們拿到新的iPhone以後 你知道有一些設定一定要做嗎? 沒有錯 我今天就是要一步一步教大家 哪些的設定一定要先設定好 再來好好使用 否則的話你就會覺得 好像東少一個或西少一個 看之前按讚訂閱朋友 想要打開 那你拿新手機以後 很重要的是你除了在轉移以外 你一定要在手機裡面做設定 所以我們今天的所有教學 都是在設定裡面 那今天來設定 我們就從第一個開始好了 從Face ID的設定 我往下滑 然後滑到Face ID以後 Face ID我們先進來 進來以後你可以看到Face ID 他這邊可以設定另外一種容貌 對不對 就是說你今天可以註冊 兩個容貌的Face ID 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個 如果你今天有帶Apple Watch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Wave的Apple Watch 你要把它打開以後 Apple Watch才能配對成功 如果你沒有開的話 戴口罩你還是只能輸入密碼而已 所以這邊你一定要把它開啟 非常重要 另外在最下面 最下方有個叫清除資料 就是如果你輸入十次後的密碼以後 就要幹嘛 清除此iPhone所有的資料 所以你手機如果真的被人家拿走的話 十次就把它清除掉了 再來我們就到了行動服務 一樣在設定裡面 行動服務 這邊有一個行動數據選項 你把它點下去 你要去以後 這邊有一個語音與數據 這裡你把它點下去 為什麼來這裡 你可以看到5G自動模式 只會在電池續航力不受嚴重影響的情況下 才會用5G的網路 如果你是4G 你不是5G的卡 就直接切換到4G就好 另外下面有個VOLT 就是它可以改變聲音品質 你也可以把它開啟 完成以後 我們再回覽 回來到什麼地方 我們直接到通知 進來通知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顯示預覽 這裡我是解鎖時 你可以選擇解鎖時或永步 就是也不要預覽 甚至於你可以永遠 我自己是喜歡解鎖時 按回來以後 這邊有個播報通知 播報通知 這邊你確認一下 如果你是帶耳機的話 它可以支援朗讀的通知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把它開啟 或是你不要在這邊 去把它做關閉 其實也就OK了 再來就是 聲音與觸覺回饋 這裡你把它點下去 那點下去以後 這裡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你想要點訊聲音 或者是收到留言的音樂 你這邊自己可以做一個設定 除了這個以外 我再按回來 你可以看到 最上面是你自己的Apple ID 有沒有 把它點下去 那進了Apple ID以後 其實你剛好已經換手機了 那換手機 你一定要確認什麼 確認你的訂閱項目 就是你訂了哪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先點進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我自己有訂Netflix 這邊就會出現Netflix Apple One Whose Call 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有些訂閱 你自己不知道的對不對 趁機趕快把它取消掉 或者是這個服務你已經不用了 一樣是可以把它取消掉的 再來一樣 再設定 設定有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就是從右上方的往下滑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已包含控制項目 就是這些我加進來的 但下面有其他的 比如說你想要把低耗電模式加進來 甚至於聲色模式加進來 還有音樂辨識加進來 音樂辨識我一定要加 因為有時候Tim嫂很喜歡聽一些音樂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幹嘛 把它加進來這邊 那甚至於有碼錶 還有鬧鐘 甚至於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最近不是在掃條碼嗎 那條碼你用iOS15拍照的話 你還要點下面那個小字對不對 這就不用了 這條碼按下去以後 它就直接就掃出來 就可以連接到所謂的訊息 所以很方便 那這邊設定完以後 你可以看到我剛加了以後 我從右上角下滑 你看就在下面這裡 這邊就是你剛剛把它加進來 控制中心的內容 再來我們進到Siri 搜尋 點進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Siri 聲音 這個是女生的聲音 或者是上面這個 我是Siri 男生的聲音 你就看哪一個 你想要什麼聲音 像我是選擇女生的聲音 然後按回來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波爆來電 這裡選下去 這裡你有沒有看到 你今天戴上耳機 它是指線耳機 或者是你有開車的話 你可以選擇耳機與汽車 我現在把它選上來 你有沒有看到 連接耳機或配備藍牙的汽車 在波爆來電時 它就不用說出關鍵字 也可以接聽來電 回來以後一樣再設定 SOS緊急服務 這邊也很重要 像我已經有設定好了 我設定就是Teams 所以在緊急聯絡的這裡 你要把它編輯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把它編輯 完了以後再繞回來 這邊有個電池 這邊有個低號電模式 或者是電池健康度 電池健康度這邊你要點下來 點下來以後 這邊有個最佳化電池充電 這裡你一定要把它開啟 記得這裡非常重要 再來我們就到了App Store 點進來App Store以後 這邊自動下載開啟以後 比如說自動下載購買的新項目 然後下面 如果是App的下載項目 超過200Mbps的時候詢問 然後或者是直接用行動數據 就可以自動下載 這邊你也可以自己開啟 如果你今天吃到飽的話 我建議你就把它打開就對了 下面有一個叫自動播放影片 像我自己目前是把它關閉的 自動播放影片 你也可以把它頂Wi-Fi 有Wi-Fi的時候 它才會自動播放影片 然後你看我自己也是過來用 然後這邊有個 卸載未使用的App 我現在是開啟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有些App下載完了 你根本沒有什麼在用 它自動會去幫你卸載 但是你裡面曾經 比如說這個遊戲 有一些記錄過相關資料 它還是會留著 所以我建議這邊也是可以打開 因為這樣子可以節省 我們的手機的使用空間 回來以後再往下看 又來到Safari Safari這裡 第一個搜尋引擎 你會選擇Google Yahoo 大家應該是選擇Google 往下你可以看到標籤頁 因為你更新成iOS15以後 它的標籤頁是在下面 就下面輸入網址 那你也可以覺得你比較習慣是在上面的話 你就選擇在上面 這邊可以自己去做選取 我現在是已經習慣標籤頁在下面 所以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這邊 記得有一定要設定 再來 好像子一樣在設定 設定裡面有地圖 選擇地圖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天號路程的類型 比如說你們是大眾運輸工具 你就勾選它 或步行 或自行車 像我自己是開車 所以我還是勾選開車 那這邊你看 語音導航這裡 你也可以播放廣播的時候 還是可以聆聽導航 這邊你也可以自己去做設定 然後這邊有公里跟英里 還有空氣品質指標 我已經把它打開了 然後下面還有一些延伸功能 比如說可以預約叫車 這邊有沒有看到有個Uber 打開 然後再來餐廳定位 這邊有OpenTable 這個台灣還沒有 對這邊就沒有用 再來就到相機了 相機點進來以後 你看這邊有格式 這邊有一個最相容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像Pro系列 有Apple ProRAW 這邊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那甚至於你也可以選擇高效率 這邊就是自己的格式可以自己選擇 除此之外來往下這邊有 你常常會用錄影的格式 點進來這邊有4K 60fps 然後甚至HDR的高效率的影片 這邊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包含杜比世界 這邊也可以調 其他的比如說原框文字 掃描行動條碼 你看我這邊目前全部都是開啟的狀態 那甚至於攝影樣式有沒有 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有四種攝影樣式 看你要使用怎麼樣的樣式 這邊可以去做調整 再來就訊息 下來以後訊息這邊有iMessage的傳送接收 像我自己有設定 那這邊其實我要你看的是 有一個訊息記錄 保留訊息 我現在選擇永久對不對 那有些訊息其實根本不用保留 可以選擇一年 你看有沒有看到 要刪除較舊的訊息 其實我沒差 OK 那甚至於你也可以變30天 按回來 那這邊也有一個叫 未知或垃圾訊息 這邊你可以過濾未知的寄件人 就是如果他不是我們聯絡人的話 你這邊把它開啟 那你開啟以後過濾 這邊有什麼 Whose Code 像因為我有裝Whose Code 你就選擇Whose Code 他就可以幫你去過濾這些訊息 好我把它啟用 我Whose Code就可以幫我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按回來 按回來以後 一樣到電話 電話我們是不是常常會被騷擾電話 那騷擾電話該怎麼辦 這邊有一個通話封鎖與識別 把它顯下來 這邊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Whose Code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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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全部都把它開啟 甚至你也可以封鎖聯絡人 有這個我想要封鎖它 就封鎖聯絡人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邊一樣可以去做設定 再來就是密碼 像我這次換成iPhone 13以後 這邊密碼我點下去 一樣你輸入登進來密碼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安全層級建議 把它點下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偵測到說 這些網站有可能會有一點點 出現資料外線的情形 然後他問你說你要不要更改這個密碼 會做一個提醒跟通知 看你要不要去改而已 那我覺得有些的網站 我們可能很久沒有用 那你不妨就去改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安全層級的建議 你也可以不用改了 他只是跳出來 讓我們有一個保護一下 保護自己的一個防護性站 以上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都是在設定裡面 要先去自己做一下設定 甚至於像Apple Watch 如果你有連動的話 那你Apple Watch是可以有LTE的話 就是說這邊一樣 你有一個綁定電信業者 叫一機多號的話 那你一樣你要記得 如果你換成新機的話 你手錶雖然是一樣 但是你在綁定的部分 要重新再綁定 但如果你今天換錶的話 你可能就要去找電信業者 那以上這個設定 希望大家設定好以後 你會覺得iPhone會來更好用 那有什麼要我教學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